小巷 透过肢体表演 词汇戏剧张力 这是一堂诗制陪伴课 可以透过艺术这个媒介 去开启家属之间不同的对话 然后去强化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 也让老人家得到一种 不一样的生命体验 多陪伴的倾听 然后再转移他的注意力 让他能够专注在 现在的现在这个状况中 让长辈能够跳脱出 那个痛苦的记忆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未来我们每一个据点的长辈 我们都可以帮他来演出 一个他的人生的故事这样 导演把跟诗志阿嬷相处的 亲身经历拍成纪录片 舞台剧 还邀请诗志长辈 一起上台演出的种种分享 让诚照顾过生病婆婆 跟妈妈的钟玉村很有感 可以花时间陪伴长辈是我们做 侄女阴静的校道 或许他的人生正在倒转 我们旁边的人或许就是给他一个 支持跟陪伴 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这份工作的 带给我们生命的价值 其实你现在就是在经验跟累积 你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照顾者 每一个失智家庭都有不为人知的照顾过程 透过戏剧呈现让辛苦化为甘甜 更请许社会共同重视失智症议题 大爱新闻许文林陈立伟高雄报道